最近,记者在深圳街头采访了多位市民 听听他们对香港的旅游印象 是点赞多还是负贫多 听听内地朋友怎么说 环环啊,高楼大厦,秋水马龙啊 这个霓虹非常漂亮啊 第一个吧,确实有些东西比大陆好 花那边的东西也比大陆真的便宜 然后就是比较真实,真实度比较高 那边吃的有很多 挺好的啊,我经常去 交通挺满意,住宿也挺满意 城市面貌,再有城市 香港的居民的热情,好客 香港很美食,香港是购物天堂 这都是香港别人无法替代的 他们的吃饭选择也少 买东西也贵,汇率现在也 深圳还是现在都是比较喜欢 排在深圳,香港真的 我办的镇一年都没有用完那个厕所 吃的可能,吃的没有那么丰富了 除了港餐厅就没什么吃的了 你看游乐场吃的可能就是价格会 它肯定会贵很多 酒店都觉得挺贵 因为一晚上一千多,三星一世界就不会 因为你去澳门,澳门要是那些四五星 也是才一千多,但是它环境各方面好很多啊 公关的时候比较麻烦 要排好长好长都对 在一个游客要是说没有亲戚在那边的话 就说那边宾馆才会,所以很少有人过去 就没这幸运反法 那个火力站啊,都有点老实 好像是八九十年代的感觉 提不出什么建议 我觉得他们都做的比较好 提建议,你就是说文旅他们部门呢 就是说加强一些香港的一些宣传 比如说上海啊,北京 赖一些北方的人引到香港去 做一些,或者是线上的一些多一些推广 多找一些好的一些文案 然后把这些人吸引过去玩 然后这就是进出关上面 协调好一点 以别人家今天进去回关 或者一天时间可能不够用 很多人就滞留在关口 就不太好 建议啊,就把这个关口接驳的交通 搞得更方便一点 就是说我们 从深圳这边到那边 来回要更方便一点就好 就不喜欢把时间都耗在路上 可能就是一个好的 一些服务环境 以及可能 这个特点 特色的一些餐饮这种 就是服务好一点咯 跟深圳真的有点差别 酒店便宜点 给我开花一点那种 海上 海上就是说出海啊 海上游玩的项目 因香港它 可能它的资源有些 地理位置比较小 开花海上 或者购物这一块 就是这个特色 香港大于前途 为它会更好 一个柜子 似乎是大家 对香港旅游的共同印象 也有不少内地朋友 提出重肯建议 期待香港 推出更具性价比的特色旅游 让更多游客 发现香港 爱上香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